但我们吃饭更重要 这个也可以 但更重要的我希望你们用一些佛法的智慧 宽容的思想来接纳 那么这个需要通过一种学习来接受 当然你们没有信仰的我也不强迫 但是我觉得很多包括一些中国的年轻人 可能到这些地方用英文的佛教教书不一定得得到 然后在汉地和藏地的这些本土的佛教教书和传承也得不到 这样我觉得你们没有一个思想的粮食 没有思想的这种饮食的话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外在的文化和外在的衣服很重要 一定要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和信仰 这是对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 佛教的这种系统学习 我是建议 今天我们讲的宽容的思想 有一部论典叫做《入菩萨心论》 那么这个我也以前讲过 你们这里很多人在学习 我今天希望你们再次的很多人 如果真的像佛教的宽容思想要知道的话 《入菩萨心论》要很认真地学一遍 这样之后你的行为非常有大的变化 这样的学习 尤其是你们很多法国人也好 其他国家的人 我觉得系统的 闻思修行的确也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思想没有很好地去学习 包括一些西方宗教的 我看基督教堂特别多 但是如果基督教的有些思想 没有真正的用智慧来传下来 可能有些老年人在里面祈祷 但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思想 有些人现在很多人都解释不来 更重要的基督教宗教的思想 有后人 年轻人一定要学懂他的 要懂得他的教义 我有时候问很多年轻人 基督教的有些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会说 上帝存在 到底怎么存在 人死完了以后 要么上天堂 要么下地狱 那过了以后 永远是在哪里呢 还是过了之后怎么样呢 所有的人都只有这两条路呢 很多人都就不解释 其实我在想 如果基督教有一个真正的一些教义的话呢 也许可能有很多的解释方法 同样的 现在在汉地很多寺院里面 扫相拜佛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问佛教的教义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他是什么样的生平 那么我们佛教徒通过修行以后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 人的前世后是这么存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很多佛教徒也是不会答 比较而言 我们藏传佛教确实一直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 一直传承下来 没有间断过 就像欧洲的这几百年的一些 建筑的风格没有变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的确也可以去了解 那么这样的话 有一种宗教的思想来约束人们的 我刚才讲的 我们过于的贪心不舒服 过于的愤怒 负面的情绪不舒服 不快乐 那这些负面的情绪 通过佛教的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一些思想 完全都可以解决 尤其是藏传佛教 闻鼓牙 尤其还是藏传佛教的沿岸